回收物清洗分類之後交給清潔隊 你知道最後去哪了嗎? 蘋果透過GPS追蹤帶你了解回收真相 蘋果前進桃園歸山地區 我們追著當地的資源回收車 在幸福一街 將紙類、紙容器與塑膠 三種裝著GPS的支售物丟進車內 一路追蹤GPS 揭開支售物的回收真相 在這之前 蘋果先帶你了解桃園獨特全台的 支售物營運模式 透過民間投資興建細分類廠 收取全桃園支售物 分類後送往處理廠 桃園市政府再向享運環保收取權利金 只要回收管道正確 我們投放的GPS 將會回到位於中立的 享運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跟著GPS訊號追蹤自收車 一路開進人煙罕製的公墓區 一路開進人煙罕製的公墓區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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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房車車哪裡 原來桃園龜山的自收物跟家庭垃圾 一起被運到位於公墓旁的龜山鄉清潔隊轉運站 現場垃圾與回收物露天擺放 蘋果透過空拍發現該處僅將回收物出分類 塑膠與紙類全混在一起 沒有多做處理 接下來就是等待GPS移動 晚上7點41分 三個GPS同時移動 桃園的自收物 並沒有移動到位於中立的享運環保 而是跨縣市來到新北市甘原地區 我們來到訊號發送的地點 附近全是鐵秘工廠 環繞一圈 發現有數間不知名的資源回收廠與環保清潔公司 這裡 早已是自成體系的自收聚落 從桃園移動到桃園的三個GPS 其中桃園紙容器的GPS 在桃園地區的自收廠消失 塑膠GPS不久再度移動 最後消失在附近 合法的塑膠回收處理廠 至於最特別的是紙類 透過不同種類的自收商 轉賣運送 最終運送距離超過200多公里 到達彰化惡靈的榮城紙廠 完成紙類回收利用 我們卻無法理解 為什麼應該運送到享運的桃園自收物 會被送往新北市甘原地區處理 私下向自收業者詢問桃園回收制度 卻是得到這樣的答案 對此蘋果也向桃園市環保局求證 BO合約內容 應該是說合約裡面有協力廠商這個機制 那廠商你自己評估好啊 你不要說到時候一個緊急事故發生的時候 或是國興州大量出現的時候 你吞吐不下的時候 我的回收物進回去的時候 你就涉及到違約了 那這個我是按照合約來處理的 所以廠商在整個營運的風險規避的時候 他可以運用合約這個機制去提報他認為他適合 可以降低這個風險的協力廠商的加速 蘋果向桃園市環保局查證 由於享運環保每天支收物處理量約110公噸 但桃園面積大 位於桃園北區的龜山等鄉鎮 由享運環保轉包給廣會環保 才讓桃園支收物送交給新北市廠商處理 現行回收制度各縣市不盡相同 桃園BOO營運模式讓廠商與政府共享利益 分擔風險 卻因為得標廠商無法應付全桃園大量的支收物 轉交給緊急狀況才會出現的協力廠商處理 導致原來美好的支收制度蒙上重重黑幕 MING PAO TORONTO